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由美国带头 欧美很多国家都纷纷的决定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让中国政府 在国际舞台上特别的没有面子 这个颜面尽失 怎么着不回来呢 一方面由外交部对西方国家 像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破口大骂 然后就要有反制措施 其实中国政府在这里面扮演 那个角色是一个被动挨打的 他觉得西方国家你们就跟我 好好的做生意就完了 为什么这个指手画脚 为什么干涉我的内政 他们的所谓的反制措施 是有点不情愿的 但是这种不情愿 他又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他已经吹出去了 我们现在伟大复兴 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国梦 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 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对吧 讲了这么多东西 如果西方对你抵制之后 你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任何的报复 那说明中国政府太软弱了 你之前吹出去那些话 都是谎言了 所以说中国政府 既然把自己已经吹到 那个程度了 就是已经跟美国 几乎是可以说 平起平坐的一个程度了 要挑战所谓美国霸权了 那么他当然就必须要有动作 那么最新的消息 是现在在中国准备上映的 好莱坞电影 蜘蛛侠要上映不了了 网上有人就爆料 说准备要上映的蜘蛛侠 准备10点钟定档 9点57分 上边就下来了一个通知 说暂缓美国电影 几乎可以说是猪猪侠 没有希望上映了 而且未来呢 又很有可能会暂缓 上映所有的美国进口片 这种做法跟之前的禁韩令 是有点相似的 之前萨德的事件 导致乐天被抵制 然后是韩国的一些娱乐产业 在中国受到了限制 然后娱乐明星也不能来中国了 不能在中国进行宣传了 等等等等 所以说中国现在做法就是 打击娱乐产业 因为娱乐产业是最容易被打击的 可以说这是挑软柿子捏 对吧 你怎么不打击微软呢 你怎么不打击苹果呢 对吧 你怎么不打击这些企业呢 因为这些高科技企业 对中国来讲是实现就业 是实现这个科技的进口 或者是对中国的外汇 都是有极大帮助的企业 所以他们不能制裁这些企业 所以就挑好莱坞的厂商 什么漫威啊 迪斯尼啊 挑他们来打 一方面呢 他打击的对象是比较软弱的 第二呢就是 他其实通过剥夺中国人看美国电影 享受美国的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剥夺中国人那种权利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所谓的反制 这种反制当然是付出代价的 代价就是这些韭菜 中国的韭菜们 当然了爱党爱国的小粉红肯定说了 我们本来就不打算看美国电影 我们要抵制美国电影 即使政府不进 我们要抵制 确实可能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这种人在中国 算是极少数极少数的 绝大多数人其实 一边骂着美国 还要继续看着美国电影的 所以说现在让他们连电影都看不了了 甚至未来 干脆就是让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美国网站 西方的网站上不去 也都有防火墙 那你干脆互联网都进了算了 因为互联网就是美国人发明的 对吧 你这个Windows系统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你都得进了 以后都得进了 对吧 这现在是只是挑软式 直接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可以看到 对西方的制裁 一方面显示出 仍然是比较软弱的 仍然是不敢去真正的 进行比较大动作的反制 另外一方面 这动作又不得不做 其实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既得罪着对方 但是又没有对对方产生很大的伤害 这种做法其实是最得无偿失的 其实你要不然就是让对方感到痛苦 这个你的反制 你的报复就能产生效果 要不然你就干脆不抵制 干脆就像你自己说的 西方人 西方外交官来不来 无所谓 不当回事 你既把这个事当回事了 打了自己的脸 说是不在意 其实还是非常在意的 还是要反制 但是你反制又伤害不到对方 只是几个好莱坞厂商 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你又改变不了西方国家对华的政策战略 那你这是干嘛呢 其实你所谓的反制报复 是以惩罚自己人的方式来进行的 惩罚自己的中国国民的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换一个国家 情况就不一样了 它的动作可能就会大一点 比如说对立陶宛 为了报复立陶宛 中国政府暗中的找了很多跨国企业 让他们放弃立陶宛的商品和产品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 据说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欧洲企业 已经决定不再买立陶宛的零件了 就是切断了跟立陶宛供应商的合同 这件事情是立陶宛的官员告诉路透社的 被路透社给曝光出来了 虽然立陶宛跟中国的直接贸易并不是很大 但是立陶宛是欧盟的成员国 它供用很多的 不管是技术 还是零件 原材料给一些欧洲的企业 而这些欧洲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 是要销往中国的 所以就是间接的有这样的一个贸易往来 那么中国政府对立陶宛的直接的贸易制裁的措施 使不出来 那么就间接的去告诉这些欧洲其他的企业 让他们也制裁立陶宛 否则的话 就你要失去中国的市场 那么有些欧洲企业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很大 那么只能是二选一了 那么中国政府当然知道 这种手段是非常的阴暗的 是一个阴招 所以他不敢承认 外交部发言人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办事的 这种谎言讲出去 也只能骗骗墙内的中国人 由于立陶宛是欧盟成员国 所以欧盟站出来要替立陶宛说话 现在欧盟正在跟中国进行这方面的交涉 代表立陶宛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提出了这个要求 要调查中国这些不当的贸易行为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对立陶宛这个做法 就是在威胁欧洲的大企业 那么你能够为立陶宛去威胁欧洲大企业 你也能够为其他的国家威胁这些企业 那么最后结果就是 你跟立陶宛是可以脱钩 中国没有太大的损失 但是如果跟除了立陶宛以外的 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全部都脱钩的话 这些国家都跟台湾有更紧密的联系之后 中国都要进行反制 如果都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的 就是可以说是重创 因为你获得不了这些国家的先进的技术 和产品了 因为你都要制裁嘛 你可以制裁立陶宛通过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你制裁整个欧洲的话 那就跟欧洲彻底的脱钩了 这跟中国之前积极的要跟欧盟 签署这个投资协议 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以中国的这种做法 如果不停的copy 把这个同样的一个模式 扩张到整个欧洲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是伤害自己的 是搬起尸手砸自己脚的 它现在因为立陶宛是个小国 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么做 但是如果它告诉欧洲企业说 你们都不能跟法国合作了 都不能德国合作了 不能跟丹麦合作了 不能跟荷兰合作了 然后不能跟所有的北欧国家合作了 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都因为政治的站位 没站在中国这一边 他们的企业就遭到中国的报复的话 那么导致就这些企业 只能最后选择本国 那我只能选择欧洲 因为他们都是欧洲人 就放弃中国的市场 或者放弃中国的供应链 那当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 所以这种手段一旦做出来的时候 它必须要想到后果 它要想到未来 如果其他国家也像立陶宛一样 得罪了你的话 你是不是也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都用这种方式的话 最终受伤害的是谁 但是中国很明显是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 它只是看到了眼前 对付立陶宛我可以用这一招 因为立陶宛毕竟是小国 在立陶宛跟中国二选一的时候 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 可能会选择中国 但是这只是短期内的 只是暂时的一个选择 但是长期来讲 然后这个矛盾扩大的话 最终很多国家 很多的企业 他们会联合起来抛弃中国的 所以中国这一步是一个险期 也许对立陶宛产生一点 暂时的影响 但是长远来讲 最终受伤害的一定是中国自己 而且我们看出了 他对立陶宛这么做 但对美国并没有这么做 对吧 为什么对美国就没有这么做呢 立陶宛背后是谁 不是还是美国吗 但是他对美国就不敢用这招 他不敢说 欧洲的所有企业 全世界所有企业 你要想要中国市场的话 你就不能购买美国的技术 不能购买美国的零件 他不敢这么说 因为他知道 这些企业不可能不购买美国的技术 不可能不购买美国的零件 不可能跟美国这么大的一个 全球最大的市场去切割 他们只能跟中国切割 最后就导致这样的结果 他们没有美国的技术 他们很多产品都连生产出来 都生产不出来了 特别是高科技的产品 对吧 所以说怎么可能说 为了中国市场放弃美国呢 所以对付美国就找软狮子捏 就找这个好雷屋的厂商 这些电影公司找他们麻烦 但是对立陶宛就要求欧洲企业二选一 所以说对立陶宛的策略最终会伤害自己 而对美国的好莱坞的厂商 这些电影公司的这种打击 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 所以说这两个所谓的反制报复的手段 最终都导致是自己受到伤害 或自己人民受到伤害 其实好莱坞电影不能在中国上映 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任何损失 我也觉得说这件事情未尝不是件好事 为什么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好莱坞电影里面 会出现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场景 一些这个镜头 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个中国的品牌的一个广告 或出现一个中国的明星 这个在里边客串一下 走个过场 感觉特别突兀对吧 之前有个电影我不忘记是什么了 有人喝这个饮料 突然给这个饮料一个特写 上面写着中国字 是娃哈哈呀 还是什么农夫山泉 我忘了 就是说觉得不伦不类 为什么 因为这些厂商要在中国卖电影 所以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他们要找中国的演员 在里边客串 他们要找中国的企业进行赞助 对吧 那么如果未来不能在中国上映了 这些好莱坞电影 就会回到过去那种状态 就是你该怎么拍还是怎么拍 不会为了迎合中国观众 去搞一些穿插 搞一些这个不伦不类的镜头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反而是件好事 我在加拿大看好莱坞电影 至少不会被我恶心到 所以说我觉得 对我个人来讲 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 对于西方观众来讲 绝对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这种做法 只能伤害到这些企业 这些好莱坞电影的短期的利益 但是大不了就少赚点 他也不会亏本 没有中国市场就亏本了 也不至于 但是真正受伤害的 是中国人的看电影的权利 这期的公子快报 就跟大家讲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